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参加街舞,名号中定 引人注目,粉丝,招商工具人而已 对于王一博是否会去录制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话题 那是众说纷纭 各路票放那是信誓旦旦 已经开始买票,并且直言如果王一博不去就退票 而对粉丝们来说 街舞对于王一博的那段经历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好回忆 不但需要经常熬大夜 还要忍受节目组不公正的待遇 虽然,这就是街舞,光博出来辟谣 表示整季都不会开放观摩名额 但很可惜 这个节目组已经相当不具有威信了 毕竟第三季,第四季王一博在的时候 那是各种物料漫天飞 工作人员出问题 各种泄露现场 不论是舞者还是队长 都是傍晚开始录制 一熬就是通宵 结束工作之后 队长还要大半夜吃着没营养的火锅 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也许大家反对的根本就不是节目 而是节目一些不合理的操作吧 前两年的王一博尚且可以在综艺里打转 不论是天天向上 还是这就是街舞 都是他固定进行曝光的资源 然而如今的王一博早就一头心思扎进了影视圈中 为了《长空之王》的拍摄更是四个多月没有露面 如今的他还会成为街舞的队长吗 看来是不会了 在街舞的招商名单中 王一博的身份是召集人 而韩庚 李承炫 刘宇欣则是主理人 很明显能够看到他们身份的差异 韩庚 李承炫 刘宇欣则是这一季街舞的队长 带领各自的战队争夺冠军 而王一博则是作为总教头 统筹这一季训练营所有考核以及培训 在团队养成和舞者个人修养方面输出更多价值观 官方的说法总是如此体面 但实际上 王一博就是作为 这就是街舞的招商工具人而已 毕竟有王一博在 节目组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冠名商的问题了 在第三季 第四季中 与王一博有关的节目冠名商 就有雪花啤酒 植村秀 来一份 纯真 其中植村秀更是首次与一档综艺节目有合作 为了谁 不言而喻 若是节目组请到王一博 那就是一个活体的招商工具 毕竟当初王一博的 有匪 招商品牌数高达97个 谁会否认他的商业价值有多高呢 因为名号的不同 王一博大概率不会全程参加整季节目 有相当大的可能就是如同第四季的黄博老师一样 出现几期 露个面 不参与战队的掰头 也算是给各位因为王一博招商过来的金主爸爸们一个交代了 也是希望王一博的资源能够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这样即使他在面对自己不想接的资源时 能够有更多的底气数拒绝 这就是接舞 赛季将至 而王一博的新剧也会不日开机 虽然网络上对于他下一个资源众说纷纭 但就目前来看 维和防暴队 无名 长空之王 那是一个比一个好 一个比一个正 新的资源究竟是什么地位可想而知了 要是想看王一博跳舞 那就先回顾 这就是接舞 第三季 第四季吧 冠军队长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不会令大家失望的 第五季 就等王一博出场再说吧 民元博出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